位于南投市主持桥下往内心里的两旁道路 多年来种植的树木因缺乏照顾 造成许多树木都已枯死 经民众反应后 县议员郑正言也向农业处争取到45颗红花枫梨木 并邀及相关单位到场关心 并实施植树的工作 期望在植树完成后 让民众经过此路段时 感受到内心里的风景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921地尊公园这些路边的这些 市场有市场的空位 我们现在我们赞议员 把农业处争取45颗红花枫梨木 来把它装起来 把这些市场都把它装成完整 让那些人一张都会漂亮起来 我们这些市场的围都会特别漂亮 要感谢我们的议员和丹志明代表 来跟我们的市场来做 市民代表陈志明当天也到场关心 并表示 希望透过红花枫梨木的植树工作 能够在开花的季节 让整个里内风景焕然一新 并使地方周围环境绿化 让民众经过此路段时 都能欣赏风景 那我们主持路这边 因为之前我们刚开通的时候 两旁都有种着一个树木 那但是因为可能是气候的关系 所以有几棵已经死亡 但是经过我们民众跟曾议员反映 曾议员也有跟我们农业处争取了 四十几棵的一个枫梨木 然后来今天来这边种植 那枫梨木是相当的漂亮 那希望在开花的季节 可以在我们的主持路这边 能增加添加一个风采 县议员曾正言当天也到场关心植树工作 并表示 因周围的树木大多已枯死 期望在植树工作完成后 在红花枫梨木开花的季节 能让民众感受到里内漂亮的风景 这两边就是有的家具 我真的去找农业处陈处长 来把城出我们馮里木 中共有四十几掌 这方面就开了 这也开了 虚伙网在整家馮里月 是非常非常漂亮 在此工作完成后 县议员曾正宜也表示 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照顾 才能使地方环境美化起来 也期望在开花的季节 能够使经过此路段的民众 能够欣赏风景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